我愛動物明年節 有高達81年歷史的新竹市立動物園 從現在開始要請假一年了 新竹市長林志堅上任之後 大推動物園再生運動 最近正式開始動工 要讓這座全台原子保留最久的動物園 找回原有的榮耀 新竹市立動物園 是我們台灣原子現存最久的動物園 1936年就啟用到現在 已經超過80個年頭 可以說是我們大新竹地區的市民縣民朋友 共同記憶回憶的地方 我們現在動物園以及新竹公園的再生計畫 要來啟動了 我們預計要投入超過5億的經費 進到新竹公園以及新竹市立動物園 那因為新竹市立動物園 是大家而始共同的記憶的地方 所以我們特別在要休園之前 來辦了一系列請假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說動物園要請假了 一年後我們相約再回到新竹市立動物園 一起來迎接新竹市立動物園嶄新的生命 這兩天真的有非常多的市民 我相信不只有新竹人都來到新竹動物園 跟我們一起回顧這個很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最後一天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覺得非常的感觸非常的深 接下來的一年新竹動物園 我們會進行再生計畫的工程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讓動物園過得更好 讓動物園過得更好 也讓這個動物園更好 讓所有市民跟我們一起期待 明年新竹動物園可以有一個載新的面貌呈現給大家 豐原前最後一天新竹市政府舉辦大遊行 邀請許多民眾一起來找回過往記憶 更相約明年再見 現場吸引破萬民眾參與 更有外縣市的民眾趕來 曾經在動物園擔任園長超過12年的環保局副局長洪明市 也默默出席 相當期待動物園未來的改變 其實很多人來問我來動物園要看什麼 其實來動物園最主要就是看人對待動物的方式 那這個是一種文化 在城市的文化裡面我們對動物友善 也會隨著我們對動物園的投入越來越進步 我們很期待說我們對動物園的投入 讓這個動物過得更好有更好的生活 那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整個城市 就是在文明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表現 那我也非常的忠心的祝福 祝福這個動物園裡面 它越來越多人會喜歡它 然後這動物越來越快樂 而且呢對我們的成長的記憶 是我們一輩子忘不了的最重要的共同記憶 我第一次來這裡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蠻有紀念價值 一聽說今天之後就要豐原一年這樣子 對然後我們從高雄來這邊玩 對還不錯還蠻好玩的 動物園內茂密的大樹 見證了81年的歷史 這座陪伴無數在地人長大的動物園 正式與大家請假 再過一年就能與大家重新見面 用嶄新的面貌 對動物更友善的環境 給大家帶來最好的生態教育體驗課程 凱伯新竹沉若怡紅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